大家好 欢迎来到Math学院 上节课我们学到了DML操作中的第一个 向表中插入记录 接着记录插入成功没有问题 但经常的我们可能需要更新某些字段的值 那这时候呢就需要用到我们的更新记录的操作 那接着往下来看 看一下我们的更新操作 那首先更新记录呢 我们可以通过update关键字 加上表名 set字段名称等于值的形式 来进行更新 接着可能在后面看到有这样一堆的方果号 代表可选条件 当然如果你更新记录的时候 不加上well条件的话 表中所有的记录都会被更新 那这个order by呢包括limit 等我们讲完select之后呢 在这也可以用 那最简单的先看 先加上一个well条件的形式 这几个呢我们在做查询的时候 会详细的给大家来讲 但是呢需要注意一点 如果你不加well条件 表中的所有记录都会被更新 那接着我们可以试验一下 就拿我们上节课写的这个user表为例 select信号 fromuser 你看到有这么多记录 现在呢我就想把所有用户的年龄 让它变成五 这时候你就可以通过我们的update date语句来实现 将用户表中所有用户的年龄 更新为15岁 update表明 site自断名称age等于多少 如果你不加条件的话 表中的所有记录都会被更新 当你说我想更新多个字段的时候呢 以逗号来分割 先看一下 成功 core ok 10条记录被影响 匹配到10条 改变了10条 那接着我们查询一下 fromuser 你看到年龄这一列 所有的值 都变成了5 那接着我现在想把邮箱 包括年龄都改变 这时候你可以这么写 updateuser siteage等于20 逗号 email等于list as a test 或者写成一个 test at qq.com 同样的 如果你不加条件的话 表中的所有记录都会被更新 你看到 所有记录都被更新了 但一般情况下呢 我们不会更新表中所有记录 都会更新符合你条件的记录 那现在我就说 我想把第一个用户 把他的邮箱变成123 at qq.com 把他的密码变成 king123 把他的年龄变成30 这时候呢 你就需要加上条件了 那我们如何来找到第一条记录呢 对 我们说过 能唯一标识这条记录的 是不是可以通过他的 主件呀 就像我们人的身份证号一样 那这时候呢 你就可以这么来写 将 第一条记录的 密码 邮箱和年龄改变 update表明 set一个password 等于一个ping123 逗号 email呢 等于一个123 at qq.com 逗号 age呢 等于一个 20 等于一个99 那现在 如果你不加条件的话 表中是不是所有记录 都会被更新呀 那现在我只想更新第一条 可以通过where 来加上我们的条件 id等于1 编号等于1的这条记录 那现在我们只是简单的 加上这样一个条件 等以后 学完select 查询语句之后 我们会详细的讲 都有哪些 可以作为我们的where条件 成功 一条记录被影响 匹配到一条 改变了一条 那接着我们来查询一下 select的信号 from 我们的表明 你看到 第一条记录 已经更新成你想要的效果 同样的 我们也可以写什么呢 可以写上一个 把值 用表达式来替代 我再update一下 user set一下 age等于多少呢 让已有年龄 减去 5岁 这时候 我们想加条件 把谁更新了呢 把满足 编号大于几的呢 id 大于等于3的用户 让他的年龄 已有年龄 减去5 这时候你再看 成功 一共8条记录被影响 匹配到8条 改变了8条 大于等于3 2 3 4 5 6 7 8 正好8条 我们来查询 你看到 已有年龄都减去了5 这样的形式 那现在呢 我们又用到了一个大于等于 都是比较简单的 一个运算符 好 这是我们的更新记录的操作 同样的 假如说有默认值的情况下 你看到我们的年龄 是不是有默认值啊 对吧 当我说想把这个年龄 恢复成默认值 当然第一种 你可以写上那个值 第二种呢 我们还可以写 update user set age 等于谁呢 default 表中所有记录 都会被更新 或者是我只更新一下 谁的呢 更新一下 A的 用户名为A的人 把他的年龄 恢复成默认值 那加上条件 where username 等于A 你再来看 成功 一条记录被影响 匹备到一条 改变了一条 那我们查询一下 你看到 A的这个人 他的年龄 已经恢复到了 我们的默认值 你可以通过default 代表我们的默认值 这样也是可以的 这是我们的更新记录 之后呢 我们说过了 等讲完select之后呢 这个well条件 有很多 包括以后会学到 排序 对记录进行排序 通过order by 限制条数 通过limit 这样的形式 学完之后呢 我们再回过头 来看这个update的语句 好 接着再往下 还可以 当某些记录 没有用的时候呢 我们可以删除掉 这些数据 那删除数据呢 我们可以通过 delete 关键词来实现 delete from 表明 如果你不加条件的话 和更新是一样的 表中的所有记录 都会被删掉 那现在呢 也可以跟上order by 包括limit 这两个呢 我们还是先不看 先看一个最简单的 这是第一种形式 那现在我们可以测试一下 可以把哪个表中的记录删掉呢 我们可以select 信号 from一个testuser 这个表中 现在有十条记录 那现在我想把表中的 所有记录都删掉呢 我们就可以这样来写 删除 testuser 表中的记录 delete from testuser 条件 如果不加的话 表中 所有记录 都会被删掉 所以说 在删除记录的时候呢 大家一定要注意 一定要谨慎 你确定要把它全部删掉吗 你看到 十条记录被影响 刚才你还能看到 这么多用户呢 现在你再查询 select 信号 from testuser 已经没有了 但是呢 在这需要注意 一般呢 我们不会删除所有记录 当你想根据 想删除某条记录的时候呢 你可以通过 where 来加上你的条件 那现在你再看 接着你再来删除一下 成功 delete from user where id 等于1 你看到 有一条记录被影响 刚才这个表明写错了 应该是 user表 那接着你再来查询 你看到 第一条记录已经没有了 简单的应用了一下我们的条件 同样的 我们也可以把表中所有记录都删掉 delete from user 9条记录都被清空了 你再查询 你看到 空 结果集 但是呢 需要注意 通过delete 删除的记录 记录被删掉了 但是呢 它没有重置我们的 autoincrement的值 当我再查入记录的时候 记录的编号应该从几开始呢 我们可以实验一下 查入一条记录 成功 那我们再查询一下 你看到 它的编号 select信号 from user 从 1开始 我们看一下 show create 因为我们指定了这个 什么呀 指定了这个 编号 delete from user 接着呢 如果你不指定我们的编号的话 你看到 它会从几开始呢 我们先查询一下 空的结果集 接着我们使用第二种形式 没有指定它的编号 那现在呢 它会得到它的资增长值 你看到 是100开始 你可以看一下 show 不是从1开始 create table user 当你再查入记录的时候 它是101 因为你通过delete 语句 来删除记录的时候 并没有重置我们的 autoincrement的值 当你想说 再查入记录的时候 让它从1开始 你需要重置我们这个autoincrement 或者呢 以后可以使用下一种形式 彻底清空这个表 那接着重置这个autoincrement呢 我们也会了 eltertable 表明user表 autoincrement 那么从1开始就可以 当我们再查入这条记录的时候 这时候它就从1开始了 你看到 delete 我们先清空一下 fromuser 再重置一下这个autoincrement的值 再查入一下记录 成功 这时候我们的记录编号从1开始 你看到从1开始 这样的形式 这一点需要注意 接着呢 这个delete和我们的这个turnkate 你对照着来记 turnkate呢 是彻底清空数据表 其实呢 它就是完成了两项操作 第一个把表中的记录删除掉了 第二个 它能重置我们的自增长的值 那通过什么语句呢 通过turnkate 可以加table 也可以不加 加上我们的表明 就可以彻底清空我们的数据表 好 不信的话 我们来试验一下 再查入几条记录 select信号 fromuser 现在有两条记录 我想彻底清空这个表呢 我就可以通过turnkate 这些语句 彻底清空 user表 true turnkate 可以加table 也可以不加user 那现在呢 也会重置我们的自增长 接着你再查询空的 那我再查一条记录呢 那你来看 它也是从1开始 从1开始 这是彻底清空数据表 但是记住 彻底清空 不能带有well条件 只有这种形式 或者你去掉table 也可以 直接turnkate 加表明 比较简单 好 那到这为止呢 我们的dml的操作 基本上 简单的操作 已经实现了 那下来之后呢 大家把这个dml的增删 改 把这几种形式 都要练习一下 那下节课呢 我们就开始来学习 我们的查询 那这节课 我们就上到这里 感谢大家的收看 感谢大家的摇有这一份 感谢大家的摇有